国际财经早点来看到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南非 正在巴西举行的金砖五国第六次峰会 会议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宣传要改写国际金融秩序 不过经济学家认为实际效果有限 请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金砖五国的第六次峰会周二开幕 今年的重点是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这个酝酿了一年多的银行 按计划启动资金是500亿美元 由五个国家均摊 由于之前各国对银行总部的选址存在分歧 最后折中的结果是总部设在上海 首任行长由印度代表担任 预计五年后 下一任行长由巴西代表出任 市场推测这个银行的作用主要是 向新兴国家的基础建设发放贷款 宣传五国联合成立开发银行 从它的宗旨看是想取代世界银行 和国际国际金组的IMF 在世界上的一些作用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研究 金砖五国发展银行在未来十年内 每年大约可以放出34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这与世界银行 今年将借出的610亿美元相比 相差很远 当年世界银行成立的时候 实际上是用最发达国家 多余的资金来支柱发展的国家 进行那些基础设施计设计 金砖五国开发银行 想来取代世界银行 它每个都是发展的国家 都不是赋予资金的提供国 从实质上来讲 最后呢 但是没办法 峰会的联合宣言也宣称 将建立一个规模1000亿美元的 应急储备资金 当成员国出现债务危机 等紧急情况时提供援助 但事实上 与2001年金砖国家这个概念 首度被提出相比 成员国的经济状况 已经大不如前 据彭博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 金砖五国今年平均经济成长率 估计只有5.37% 是7年前经济增速的一半 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 也分析指出 金砖五国之间 在地缘政治等问题上 存在着各种新旧分歧 这五个国家 真的能组成一个 稳固的经济实体吗 专家们都持保留态度 新唐人记者林岚 纽约报道 这是最主义的 家族好 仍荟 广告 至今